南非官方11號在約翰尼斯堡足球城體育場 1995年世界盃橄欖球賽舉行的地點 也就是扭轉南非種族關係的關鍵地 為前總統曼德拉舉行官方追悼會 全球近百位的政治領袖皇室貴族 全都聚集在一起 榮耀這位歷史的巨人 但是當南非總統竹馬步入會場 體育場四周卻響起了巨大的噓聲 尷尬的場面還不止如此 轉播的大螢幕只要出現竹馬的畫面 徐神又會出現 就連竹馬鐵親著臉發表追到眼說 徐神還是士氣 就算非洲民主議會副主席出面 以足如語要求觀眾們不要在外賓面前 讓大家難堪都沒有用 對方會有任何人來罵他 對方會在外賓面前 對方會向來自身朝臺民 都合作主席出面 在營業中 每個反對方都會出現竹馬步入行 非共產黨的反對方 他們會贏定 我們甚至看法會 我們所指定的 很新的 Zuma 是 允許的反對方 和其他反對方 也會說 反對方會 對方 我和我的反對方 我的反對方 是最困難之的 竹馬是在2009年掌管這個非洲第一大經濟體 執政的這段期間貧窮犯罪率居高不下 以及失業率飆高等問題 在社會引發激烈的衝突抗爭 而竹馬本人私生活糜爛 以及灰金如土的作風 也讓人憂心 他到底能不能夠帶領南非從谷底翻身 光是今年 他就從國庫動用了兩億零六百萬 蘭特相當於五億九千萬新臺幣 擴建他的私人莊園 但連接首都普勒托利亞 到商業重鎮約翰尼斯堡 一條重要的高速公路 卻要用路人買單 從巴黎年代就一直公開支持 曼德拉的英國搖滾天后 在開普敦的追思會上喊出了人民的心聲 曼德拉一九九四年當選為首位黑人總統時 終結了種族隔離社會 他期許將南非轉變為一個彩虹國家 彩虹的意思是平等多元 當時南非黑白種族的人口比例是七比三 隔離政策一終結八十萬歐洲裔的南非人 也就是白人馬上外移 今天白人只在總人口的百分之六 其中有一千人還劃定自限 在北開普敦省偏遠的奧蘭尼亞鎮 成立了一個純白人的社區 一九九五年曼德拉曾經親自造訪這裡 拜訪種族隔離政策的建築師 南非前首相維爾沃德的遺孀以及後代 向他們递出橄欖枝 撫平他們的不安 Nelson Mandela是一個很困難的 跟一個很延長的歷史 在哪些部分會更正正的看法 比其他更正正的看法 我的想法現在是 我希望我希望他的焦點 记者王慧文 整理报道